国际焦点要先来关心 亿万富豪马斯克名下的太空公司SpaceX 打造的全球最大火箭星舰飞船 原本目标2025年在太空人重返月球 不过昨晚在美国德州试射 没想到升空才4分钟而已 火箭就在半空中解体爆炸 任务失败收场 不过和NASA签署的30亿美金合约 可以说是岌岌可为 但是全程目睹火箭爆炸的马斯克 却被拍到他表情淡定 嘴角上扬 火箭准备冲刺飞离地表 发射台喷出大量滚滚白烟 震撼成都令人起鸡皮疙瘩 地面视角满部烟尘碎片飞扬 同样急剧张力 镜头也传来从监控中心爆出掌声 马斯克名下太空公司SpaceX 打造的时尚最大型火箭星舰飞船 台湾时间20号晚间9点多 从美国德州发射 没料到升空才过了约4分钟 情况不妙 They hit the self-destruct button in all of this as you saw there in the video the spaceship essentially became uncontrollable and was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and obviously the engine failure and I think up to as many as six of the engines made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rew or the crew on the ground I should say to control it 原本气势十足喷射升空的火箭垂头丧气爆炸截体往下直坠 星舰是在脱离推进气时失败而爆炸 原以为会爆跳如雷的大金主马斯克 却被拍到目睹火箭爆炸之后神情淡定 甚至嘴角上扬一旁的工作人员比他还要沮丧 马斯克也在推特体恤员工喊话恭喜团队达成任务 为几个月后的下一次试射学到了很多 刚122公尺的星舰是目前全球最大型火箭 设计是为了将货物以及人员运送到月亮 甚至更远火星在内的天体 SpaceX与NASA签署了高达30亿美金合约 力拼最快2025年让星舰载着太空人重返月球 不过星舰得先证明有能耐在太空飞行38万多公里的距离到达月球 预计几个月之后将卷土重来 记者送后报道 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布 今天透过推特宣布辞职 这原因是调查证实了他涉及八件霸凌同僚的案子都属实 拉布曾经担任过外相脱欧大臣司法大臣 这三个职务任期都被投诉有霸凌部署的状况 他在2022年的10月被现任的首相苏纳克任命为副首相 他在推特当中表示针对他的调查案 是已经设下了危险的案例 但是他依旧支持政府 而独立调查也显示他的霸凌同僚案确实属实 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秦刚今天在上海蓝厅论坛开幕上面发表了演说 内容就提到了台湾问题 秦刚强调 谁又是在中国主权的安全上面搞动作 中方是绝不退让 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者必自焚 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是台湾的历史 也是台湾的现状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奇谈怪论 声称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试图用武力或胁迫方式 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等等 这些言论 违背起码的国际常识和历史正义 其逻辑是荒谬的 其后果是危险的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谁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做文章 我们绝不含糊 谁要在中国主权安全上搞动作 我们绝不退让 在台湾问题上玩而活者 必自焚 中国的土地收回来了 就绝不会再失去 南韩总统尹锡悦接受路透专访 表示台湾议题与两韩一样 都是全球性的议题 引发了大陆外交部的批评 说台湾问题不容他人来智慧 结果引发南韩外交部强烈的不满 认为大陆外交部发言是严重外交失礼 并且召见了大陆驻南韩大使 而大陆今天是再度就此来回应 希望南韩政府谨言盛行 针对韩方就台湾问题发表的错误言论 中方已分别在北京和首尔 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 全面阐述中方立场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韩关系的政治基础 要求韩方磕首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